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要你打开圣经 鼓励你 打开圣经来 我们这段时间读到创世纪的第42章 在创世纪里面 讲到42章的时候 约瑟已经走过他人生的低谷 而进到另外一个高峰 他成为埃及宰相 埃及最被重用的一个人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经验一件好奇妙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他的十个哥哥跪在他的面前 向他下拜 并且有求于他 希望他能够卖粮食给他们 我想他一定回想到 当年他做的那个梦 但是今天的约瑟 和十多年前那个做梦的约瑟 已经不可同日而远 上帝透过他的一个训练计划 熬练计划 磨练的计划 让约瑟今天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以至于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看到哥哥 当年他做了一个梦 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 有什么说什么 赶快就说 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梦 我在中间你们围绕着我 你们都向我下拜 他有什么说什么 得罪的人都不知道 而今天的他 开始更成熟 更老练了 他看到门哥哥在那 他没有 我是你们弟弟你知道 他没有 声音上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认得哥哥们 却装作是陌生人一样 然后用严厉的话来 来威吓 来吓他们 为什么呢 报复 不是 如果你继续往下看 他在测试 他在测试这些哥哥们 是不是还是当年那些 陷害他们的哥哥们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自己有很多的改变 哥哥们有没有改变呢 他要试试看 他已经不是那个 当年那个有什么说什么 当年那个都不经过大脑 碰到什么事情 马上就说 他会有想法 在约瑟的身上 我看到圣经里面一段话说 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 他说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经历患难 但是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患难 那个患难帮助他 可以忍耐 可以耐得住 耐得住什么呢 当然可能耐得住 面对外面的困苦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 也耐得住 他的这个人的 原来的老我的习惯 他的习惯是什么 感到什么事 赶快说 现在他忍得住 先不说 他忍得住 先不认定 我是你弟弟 忍住 然后试试看 忍耐生老练 老练是一个属灵的成熟 他知道 现阶段 马上认哥哥们 不一定好 我要趁着哥哥们 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如果他们已经认出 我是谁 所以我跟他们说什么 他的反应 可能是因为 那是约瑟 所以我们要很相爱 我们要 因为他们不认得 在上面坐的 那个人是约瑟 现在他的反应 可能是真的 哇 你也正在 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患难 患难使你懂得忍耐 而忍耐使你懂得老练 祝福你 在患难当中 使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